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这里的植被受制于自然条件 形成了一条纵向的植物边界 从东面的森林过渡到西面的广阔草原 植被边界是气候、土壤、植被多种因素动态平衡而成 气候变化引起反复热浪 打破了原有平衡,引发植被退化 不过,近年在人类保育措施下 大兴安岭林草交错带的生态功能得到提升 植物为了争夺光照会各显神通 而这里的树木与草地有微妙默契 如果区域降水不足而无法成林 树木便会稀疏地分散 树冠则不会连在一起 让阳光得以普照 在较小的地形范围也一样 根据对水分需求的差异 树会扎根在相对潮湿的阴坡 把南侧阳坡留给草地 作为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草原凭借顽强的生命力 绿化了裸露的土地 防治沙漠化与沙尘暴 草原不止有草 还有多种草本植物与灌木 大兴安岭林草交错带植物多样 不但让动物们饱餐一顿 也为他们提供了庇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 modul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